西红柿鸡蛋面看起来简简单单 但是好多人都做不好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款 我们陕西人最爱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大家好,我是观想阳陈老师 西红柿咱们要选择这种比较柔软 颜色看起来比较鲜亮的这种西红柿 这种西红柿的话它汁比较多 炒出了以后口感特别的好 咱们将这个西红柿给它先切成块 切好以后咱们给它装起来 接着咱们再准备一点小料 蒜咱们先切成片 再准备一点大葱 给它切成葱花 生姜咱们少来一点 给它切成末 这个不喜欢吃的话 咱们可以不放 碗里面咱们先打入两个鸡蛋 稍微加上一点点盐 让这个鸡蛋有点底味 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均匀 咱们一定要给它多搅一会儿 这样咱们在炒鸡蛋的时候 才能发的更大更蓬松 锅里面咱们加入一个大豆油 这个油的话 咱们稍微给它多加上一点 油温190度 咱们先盛出点油 然后倒入鸡蛋 然后再把这个油给它倒到中间 好了 慢慢的给它推一推 让这个鸡蛋发起来 发起来以后 我们翻过来 然后迅速的给它搅散 搅开 好了 全部定型以后 颜色发黄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 炒好了以后 咱们倒入鹿瓢中 把得余的油给它控掉 锅里面重新加入一点大豆油 再少加一点点猪油 这样的话 做出来这个西红柿 味道更香一些 油热以后 咱们先把这个葱姜蒜 先放进去 先把这个香味给它炒出来 好了 接着把我们的西红柿 给它倒进去 这个西红柿 咱们一定要多炒一会儿 一定要把这个汁 给它炒出来 西红柿颜色不好的时候 咱们可以加点番茄酱 让它这个颜色更加红亮 西红柿炒到这种出汁以后 咱们稍微给它来一点点水 让它稍微稀释一下 接着咱们放入一勺盐 加入一点鸡精 再加一点胡椒粉 最后我们加一点白糖 把这个西红柿这个酸味 给它稍微去除一下 好了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最后把我们的鸡蛋 给它倒进去 好了 再次搅拌一下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 这样咱们这个西红柿 鸡蛋扫子就做好了 做咱们这个西红柿鸡蛋面 用的这个面 可以用这个棍棍面 手工面 当然也可以用我们 陕西人最爱吃的这个扯面来做 拿一个我们熄好的面剂子 放到案板上 用手掌先给它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 给它挥拢一下 放到中间擀两边 两边薄中间厚 好了 中间给它压一刀 然后抓住面的两单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拉开 拉开以后 我们上下 给它甩一甩 然后对折起来 然后用手打个扣 然后给它摔一下 从中间给它撕开 水开以后 咱们把面条下进去 好 给它搅一下 防止它粘到一块 煮熟以后 咱们下点这个上海青 擦煮熟以后 咱们将面给它捞出来 倒入碗里面 然后咱们加入一点盐 再来上一点生抽 浇上我们炒好的西红柿鸡蛋扫子 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 喜欢吃辣椒 再来上一点油破辣子 这样咱们这个西红柿鸡蛋面就做好了 咱们给它搅一搅 给它拌一拌 让每根面上面都均匀的裹上咱们这个西红柿汁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有食欲感 如果大家还想学习更多关于餐饮方面的小食技术 记得关注我 更多干货 咱们持续分享中 咱们持续分享中